不是剛付出通告太多嗎 醫生輕便打扮 議員顏雅倫走進士林地方 法院歷經第三度 調解十一號總算迎來好結果 今天就是大家雙方以最大的誠意 然後達成了一個 大家雙方滿意的結果 但是 有啊 剛剛你們沒有問他嗎 今天不方便透露 去年六月顏雅倫遭網紅要樂 指控涉嫌拍攝 以及持有未成年性影像 遭士林地檢署 依違反兒少姓博雪法兩罪起訴 演藝事業一度停擺 但盡情閻雅倫立判 付出不只在國內 接了好幾場尾牙春酒商演 上個月更是向法院 爭取到一半五十萬元交保 接著限制出境出海 接著四月就要前往 澳門舉行見面會 如今也終於和要樂調解成功 就是這個案件 其實已經持續了好一陣子 然後只希望這個案件 可以盡快的落幕 然後 希望可以回歸正常的生活 捲入MeToo 風波閻雅倫 積極想和解 就盼盡快回歸正常生活 但另外同樣身陷風暴的 一人NONO可沒這麼幸運 十號網紅馮雨婷 在臉書貼出一人NONO滿臉憔悴 拿著清香祈福念經的照片 更透露他其實人就躲在屏東的 一間寺廟 閉門死過 好 不好意思 好 妳走 好 妳走 好 妳走 去年十二月台北地檢署 癥結具管轄權的三案 因罪證不足不起訴處分 日前小洪老師也向高檢署提起 在意兩岸發回北檢續查 另外七名被害人則轉由事件 偵辦NONO付出之路 恐怕遙遙無期 進行為黃紅一張獎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